嗨,大家好,我是Adobe的小王庆 Intelite CS6有一个新功能 可以帮助我们从原来固定式的版面设计 变成动态式的版面设计 这个新功能叫做液态版面 它基本上提供了一种规则 帮我们去做自动排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一张图稿 假如说像以这张照片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说我现在要去做一个液态版面的设定 可以到版面下 选到液态版面 它会多出一个新的面板 我们可以看看这几个规则的差别在哪里 当我们关闭的时候 选择到工具箱的页面工具 我们开始去拖拉它的版面 这时候你会发现 基本上是页面尺寸会变动 但是内容不会跟着跑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要去达到自动化排版 而且变动版面的一个做法 我们就开始制作 好比说缩放 我们选择到缩放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开始照片会跟着页面的尺寸 去做一个缩放的效果 第二种 重新制中 它基本上会维持原来图片的尺寸 然后放在页面的中央 它会跟着页面的中心点去移动 但是并不会改变内容的大小 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 这就是比较常用的选项 根据物件的设定 当我们选到基于物件的时候 我可以点选中间的每一个图片框或文字框 以这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希望它到时候跟着天地左右的线 去做一个页面本身放大的一个比例 做一个调整的话 我就可以选择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画面上这边就会有一些 相对应的 这个咖啡色的 从原来空心点变成实色点 然后顶到左右两边 同时我希望它的内容可以变大变小 所以我也让它高度跟宽度 都去做一个等比例的说法 以这样图来讲 我最后就是定了 上下左右跟宽度跟宽度都会改变 所以我们再去拖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原来的蓝色框 它的确已经跟着页面的框 天地左右线再做一个变化了 不过由于照片本身 它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比例 垂直放在中间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选择最后一个 点选到这个图片 选择自动符合 它会autofit所有的照片 它的比例去等比例放到等同一框 所以如果我们做完这种设定 完毕之后再去调整一下 只要调整一下照片的内容 让模特的脸显现出来就OK了 我们最后再看一个 那参考线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页 参考线基本上 它比较适合像这样的一个页面 当我们如果要针对画面上 要去做一些自动排版的话 如果是物件 按照我们刚刚的介绍 那可能这里面九个东西 都要去做设定 会比较麻烦 但实际上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仰赖参考线 选到一态版面的参考线 这时候我可以从 上下的尺标里面开始拉 只要这个参考线 拖拉到我们的图片 跟图片本身有交集 基本上它就会影响到时候的排版 假如说我们到时候是希望这个照片可以变成一个横式的版面 在横向去做缩放 但是垂直不动的话 我就拉垂直的线条 所以我这样子拉了三条线出来 而在我们页面工具选取的时候 你可以注意到 这时候它是虚线的参考线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假如说我是往上拉 这时候照片本身并没有什么调整改变 但如果我往左右拉 它基本上它就跟着固定了中间的垂直的一个尺寸 但是在水平左右两边来讲 开始做一个页面的一个调整 所以这是我们一态版面的规则 那这事是 我再看下一个 这个确缓融的